哈利略,奉主书圣明 我们很高兴在安息日 又有我们的讲习会 我们刚讲了我们已经放下世上的一切 所以来这里就要享受这个福气 那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查考圣经 那昨天又给三个问题 那有没有人自动要来报告一下 那没有的话,那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 那我们知道圣经 整本的圣经是神要告诉我们的 就是我们应该知道的话 那当然圣经里面的话 是几乎什么话都有 有神的话 就是神自己讲的话 那有的是神借着先知讲出来的话 那里面也有人的话 一般人讲话 记载里面 当亚当看到他太太的时候 他从内心讲出爱情的话 那就是人类的第一个爱情诗啊 那也有人感谢神 写出的诗啊 词啊 甚至也有魔鬼的话 也在圣经里面 以后记载了 撒旦跟那个夏娃说的话 记载着 那撒旦那个试探 主耶稣讲的话 也记载在圣经里面 甚至古代的 就是外邦诗人的 那个话 也有记载在里面 所以圣经 不只是单单神讲的话 所以很多 一般人写书 也不会写出那么多的话 至少 你看小说 小说除非是语言的啦 不然真正的 就是不会想里面 那个会写出 驴子也讲的一句话 那那个魔鬼也讲话 那所以圣经里面的 话筛是很 各式各样都有啊 那这些话 就是 对我们要有益处 那这个就是 到最后 我们 在旧约里面 因为我们继续还在讲嘛 最后就是 无论这是什么话 当我们读的时候 一定要 那个 要去理会 我们来看一节圣经 看以西节书 以西节书 以西节 这个先知是很特殊的 神从来没有叫一个人 叫做人子 称一个人 先知称他说 你是人的儿子 他是第一个 那这个人子呢 其实所谓的人子 如果你从整个圣经来看的话 它不是好的 就是说 很崇高的意思啊 人子就是说 你是人 你是会死的 你是出于尘土 会回到尘土 只是这样子而已 那我们来看以西节书 第三章 神叫他吃书卷 当然这个书卷 在以西节书 是另外一个的啦 那如果我们把书卷 讲成圣经的话 那就是把圣经吃下去啦 因为圣经就是 神要告诉我们的话 一定要有益处的 那你全部都吃进去了 你在读圣经 也会读到魔鬼的话 会不会 会啊 你也读到驴子的话 你也会读到 譬如说 诗篇里面有所谓的 那个 就是 一直重复的说 要好久啊 这叫被哀死啊 哀哥 就是说 神啊 你让我受苦 还要好久啊 这种哀哀叫的 这个诗词啊 就是 神的百姓 向神呼吁的 这种话 譬如说 比如说以西节 我们看第二章第十节 他读的 他吃的这一卷 那个是什么呢 有三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哀嚎 第二个是叹息 第三个是悲痛 所以 他吃进去的都是 要不是哭 就是苦 就是叹息 但是他吃下去之后呢 他说肚子呢 感觉很甜啊 第三章三节 有益处啦 那我们来看 三章的 第十节 来请你念 这个就是两个 一个是心里 那个领会 第二个是耳中听闻 就是听了 要听得明白 那在内心里面 要领会 所以他读到的是 哀嚎 叹息 悲痛的话 经过加工之后 就是心里领会 耳中听闻之后 就甜了 所以圣经也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一个 神要给我们的 他的儿女们的话 我们叫小孩一样 会跟他讲各样的情况 要领会 要心里领会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 第五章 第39节 在这里所讲的 圣经 其实就是我们 现在所谓的旧约了 所以我们在讲 圣经论 我们今天早上一开始 我们就要从旧约开始 在这里所谓的旧约就是 主耶稣讲 里面有永生 那为耶稣做见证的 就是这个经 就是这个旧约 那旧约的那个内容 是什么 就是它组成的成分内容 是什么 昨天我们已经讲过 就是二十四四十四 就是路加福音 二十四章四十四节 就是所谓的三分法的 分三大类的旧约圣经 包含了律法 就是一般来讲 就是摩西五经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先知书 就是从那个约书亚纪 一直到马拉基书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 那个著作 就是三分的 那以诗篇为代表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旧约 所以旧约是 就是来印证主耶稣 见证主耶稣 那这些 我们来看一节 那个提摩太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上次我们有介绍瑞玛吗 没有啊 那个可以打出来吗 你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那么小 那你把最右边 你现在是选KJV嘛 你看 它最上面它可以选很多 最右边有一个键头 那KJV的右边 每个都把它选 这是我们教会感谢主 我自己做出来的 2017年的时候 有一个 每一种 在每一种 那个 做文宣的一个 同理 跟我讲说 我们要 他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自己来做圣经工具 那时候 我很感动 但是也想说 要不是神机 就是这个人有一点 不知量力 没有那么严重了 只是说 好像 小孩子想说 要做一些什么大事 虽然我对电脑不是太理解 但是要做一个 以真理书教会的财力 人力 除非大家投入 有没有 大家那个 但是大家都 我不知道 要做这个要很多人 人家那个 比如说 美国 全世界应该最有名 叫Logos 那个 Bible Tour 那个 卖钱的 你买它一套几千块的 但在当中我们也有买过 如果你要继续买的话 上万的 他们里面的多少啊 他们里面的多少啊 那我们文宣 每一种文宣部 我说文宣处 不晓多少人 就 好了 做了 有时候我们一起会谈一谈 但是这完全不是我做的 跟我没有关系 到去年 我发现 这是个神迹啊 一直在 那个资料 不但多多 我几乎 就是用这个 之前我用别的 那个圣经工具 里面 你隔不久 你再去看 它就会更多 你来看它 你语言全部把它选 现在有十三个 不但十三个 现在还有那个韩文哦 韩国 去年我去韩国的时候 韩国的 那个 训练文宣的 他们的 韩国总会啦 他们也加入啊 那那个 有位金传道 他说 他以为说 加了就 可以全部 他说 哇 这个工作很大呀 他说 他自己找到 自己去 怎么样 自己去找到 给自己 很多的功课 这样 那如果你打下去 全部都选 那从这边倒出 那个三点 你把它弄横的 对 打下去 对 那你看 全部都会出来 从韩文 三章 三章十六节 三章十六节 它是 你把它打韩文 所以它以韩文为主 那其实下面有 英文 有希腊文 有中文 那中文有很多版本 那你也可以单选一个 也可以单选两个啦 不可以的 这个还不是最奇妙的 再一直往下 我们先到那个 word的那边 这里它就有 你也可以选语言 它就会告诉你 这个在原文是什么 它是什么意思 你现在握紧里面吗 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我们来看 一个一个看 我们来看 什么叫做末世 你那个把它 再 等一下 你回到原来的 你把他打那个 那个 U V 那里 那再过去 那个 word里面 还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 等一下 我们来看 那个 什么叫做 末世 你看 他会告诉你 圣经 所有的圣经 都是神所 末世 我们看那个末世 这个字 他会给你写 那个什么 God breathed 有没有 什么意思 如果你看不懂 西外没有关系 他 他就要告诉你 这个词 就是 神所 就是吹气 所以什么叫做 就是 我们总结来讲 旧约 所写下来的 我们现在的旧约圣经 它的 在从开始写 圣经 如果我们再看圣经 有三个层面 昨天的 给你那个功课一样 第一个就是 发生的 发生事件的 本身 就是说 这个事件本身 或是这个话本身 比如说 神创造天地 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有没有人写下来 还没有嘛 就是 事实先发生 这个事件 不晓得经过多久 有人把这个事件写下来 或是 讲出来 传下来 那有人就把它写下来 这个时间一样吗 不一样 所以这是事件本身 接下来 叙述 无论是语言的 文字的 这个是第二个层面 那你再写 那你再写写写 写完不是 他在写书啊 没有啊 可能一个记录 可能是一个 长篇 一个 一段 那接下来 有另外一层面 就是有人把这些东西 把它挤起来 变成一大段 或是 到最后是变成 一卷书 那接下来 又有人把 这些不一样的书 就是在 集合 整理的时候 又把它 集在一起 那最后就是一个 旧约圣经 旧约圣经 我们以文字来讲的话 怎么来的 那个制作过程 怎么 就是一步一步 怎么做 怎么样 说老师 现在没人知道 对不对 就 有了 那你说 那这样叫做圣经 我现在告诉你的 是说 圣经 之前 怎么样 把它 集起来 我是说 最后层面 这个 怎么把它 集起来 就是 你如果不知道 也没有关系 但是 对我们现在来讲 最后我们知道 这个 我把它画一下 这样 这个是事件 本身 就是这个事情 比如说 亚当说 这是我 骨中 骨肉中 亚当在讲 这一句话的时候 有没有写下 没有啊 一讲就 上到空中了 这个事件 接下来就是可能 传出去啦 那传传到最后 就把它写成文字啦 写下来了 这个跟这个是有距离的 无论是时间或是空间 那在阶下这个在时间里面 可能如果以就位来讲 经过千年 那这些可能一段一段的 一篇一篇的 慢慢的慢慢的就急起来了 在就位里面有三大部分 就是那个律法 就是托拉 那个什么 先知 还有那这是Writing 一个T还是两个T 一个 好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那个Scripture 就是我们现在的 在那个时候不叫做OT 那这个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的 那我们现在讲结果 你不要在这里再做文章 因为在这个当中 我们从最后来看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这些 这样才会 这个才是处于神的 最后 这个已经 Scripture 已经成了 在路加福音24章44节 告诉我们 因为耶稣自己来 耶稣是神 如果你不认为耶稣是神 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 比较智慧的人的话 那我等一下讲的这些 就不成立了 那我们相信 我相信 耶稣是神 道成若生 并且 这个在 以人来讲的话 以人来讲的话 你所看到的是从这里往上的 我们做科学都是用往上的 我们做科学都是用往上的 一定是这样子嘛 分析 研究 归纳 但是 如果从信仰的角度 刚刚我们所讲的 就是从事件 文字 然后挤 把它挤 把它挤起来 所以在这里人家讲的 就有很多 然后经过编辑 把它集成 这个过程很长的 这就是一般神学家在做的工作 所以才会出了很多的神学家 如果你没有这样做 哪里 会有 但是我们现在是从上面 就是神是道 道成若生 这是耶稣 这整个过程当然耶稣知道 对不对 神知道这些 他不是来讲这些 他从已经完全完成了 这个 也就是三分法的 三分法就说 这个不是七十四亿本 而是西伯来文的 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 西伯来圣经的 这个三分法 所以 虽然是 看是什么样的 不是七十四亿本的 而是西伯来文的 那耶稣说 这个是来见证耶稣 所以 这是 见证耶稣也表示说 在整个的过程里面 有神的带领工作 那我们看 那个主耶稣也自己讲 刚刚我们所念的 约福音第五章 第39节 所以 见证耶稣又有永生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这里所看到的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 2 Timothy chapter 3 verse 16 就是神所吹气的 所以 现在是讲旧约 旧约是 这样子 从 以人可以知道的 是从这样子 慢慢上来的 在这个过程 实在是错综复杂 如果没有这么错综复杂 那个 Prinston的那个 神学院老早关门 就是因为 非常错综复杂 所以 Prinston这个应该是全世界 应该全美国最好的 全世界实在是太厉害了 他们就是在研究这个 继续研究 说我们不能讲什么 因为他们在用 太用心了 他们都是 世界一流的头脑在那边 想这个问题的 当然不是 我们连讲都不敢讲 但是 我们知道的是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老早就有了 这个结果就是我们的 在你手上的 这个圣经 无论他们怎么研究 结果是一定要这样子 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就 说老师 这一宿教会就可以散会了 就不存在 没有什么意思 基督教会可以散会了 结果是怎么样呢 圣经就是来见证耶稣 旧约 就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旧约 就是我们现在的 这个圣经 那为什么它有这样的 功效性呢 集成到最后的 这个成果 这个是神吹气的 神一吹气 就怎么样 印证啦 认证啦 并且呢 给他生命啦 虽然旧位圣经里面 也有魔鬼话 也有驴子话 也有一些假先知 讲的假话 当然也有神的话 但是这些呢 神吹气啦 神有没有给你吹气 有没有 主耶稣 要圣天之前 不是跟门徒吹气吗 得圣灵 圣灵给你吹气啦 你得到应许的圣灵 就是被神吹气的人 所以你是被神吹气的 所以这个圣经是神所吹气的 被神吹气的人 失了神所吹气的圣经 心里领会 耳朵听闻 你的肚子就甜啦 我们休息一下 同心摸到